张华县113年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于今天起至22日一连四天在张华县立体育场登场 19日举行开幕典礼 张华县长王惠美到场为全线优秀选手们加油打气 王惠美表示为其四天的赛事共有来自县内高中职国中校共计207所学校1955位运动好手同场竞技为学校及个人争取最高荣誉竞赛也将选拔出优秀选手代表张华县参加今年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及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为献争光 从今天开始连续四天是我们这个国小国中的一个运动会最主要是为了选拔参加我们全国赛的一个选手 那也让我们平时在学校大家推广运动能够借由这样来做相关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 那这一次总共有207所学校1900多位选手齐聚在我们体育场一架互相的切磋 那我相信呢在校长老师跟选手们大家教练还有选手们齐心努力 那我相信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好的夹击 那也将会代表张华县参加全国赛为张华县夺取最好的一个成绩 那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努力的在做运动的一个推广 那包括我们在一些设施方面的一个整理 像我们体育馆体育场跟我们的健兴游泳池就花费了2.1亿 那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和美的国民运动中心也赤字了3.5亿 那目前在规划的入港运动中心 逐一的把各个分局区的场馆给它完善 让更多的乡亲都能够呢有好的一个环境 持续的来运动也为了能够留下我们优秀的一个选手 那我们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奖学金里面 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精进跟改善 就是希望说优秀的选手能够持续的在张华 为张华的来这个争取最高的一个荣誉 那也培许出真的能够让这些运动选手午后不自用 那有好的一个这个成果 那未来他的就业他的学业也都能够有所行先 张华人张华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莎人张华人张华etts 倫敬